C 楼 C 楼现在要 2 万元一方尺 虽然新居屋最便宜都还有一两球 只不过 个个去抽居屋 难道个个都抽中居屋吗? 以去年为例 中签率就只是 1.63% 真是少些运动都不行 不过这样 如果真是那么幸运抽中 又应该怎么装修好呢? 今集宿钱入你袋 就带大家参观仲签幸运仪的阿乐坡 单位位于天水围新居屋平衡院 去年年底先入伙 单位是属一贯典型居屋开继 开门建设 而住次交流时 只铺了瓦仔和升盘 想建设就要给点心思执拎它 单位开继就胜在够实用 在两房间隔之余 实用面积更加达到440多方尺 足够给80后户主夫妇 和一对小朋友一个理想安乐坡 有见及此 设计师在单位设计和用色上 都顾及到小朋友的喜好和需要 今次的设计互主因为两位小朋友 想营造一个空间是开心的 所以在长生度我们会选用粉蓝色 及小朋友房粉红色 令配搭了白色木条纸 线条 令到客厅及小朋友房间 是环境一致 设计师亦都在客厅整了个地台 作为小朋友的玩乐天地 可以玩玩具 还可以睡在豆袋上看电视 地台不单放到杂物 还隐藏了将遥控升降小餐桌 方便小朋友在这里吃饭和玩 来到小朋友房也充满同身 铺了Q版动物园长纸之余 还将丁字床设计成一间小屋 上层是姐姐的公主城堡 下层是弟弟的小天地 同时采用白条纸的暗门设计 令睡房和饭厅的电视柱物柜 望乐连贯归一 同样的白条纸元素 在主人房都找到 地台亦由客厅延伸到睡房 增强收纳空间 衣柜更加有6尺寸 有地台直上到顶 放多多三副鞋物都没问题 至于这个位 原来当内有钱框 其实这里是户主的工作区 设计师刻意将工作区 放在饭厅和客厅之间 而且偷走地台 小小位置变作座位 方便户主一路做事 一路照顾一对子女 鱼厨次两开 就是全单位改动得最大的地方 要避免开门建设 设计师将厕所门 退去近厨房的位置 而且厕所内拢 亦都来个大执位 将它整得更加好洗 和收楼时的厕所相比 简直是换言一身 而厨房亦都改为开放式设计 重新打造一排灰色大厨柜 入楼位摆到焗炉和雪柜 两件大型电器 全屋的装修费是43万 当中以泥水和订造厨柜 傢俬占最多要26万